十四岁的少女一丝不挂躺在床上 一颗直径十里米的蛋黄 沿着女孩微微隆起的乳房滑落至肚脐 被四十岁的老男人一口吞下 这是越南新婚之夜的习俗 寓意着此夜过后 一举的难 第二天沾了落红的布条被挂在树枝上 少女痛苦地出夜 就这么明晃晃地瘫在众人眼里 最后由大太太宴看确认过真结后 年仅十四岁的小云 便正式成为了这家里的三太太 初来乍到的小云 经历了诡异却痛苦的新婚夜 内心越发惶恐 而那个大了她两人的丈夫 却在满意地笑 庸人送来十六子 祝她儿孙满堂 小云礼貌地点点头 眼睛却在唱歌助兴的二太太身上 好奇地打转 一切看起来其乐融融 小云嫁入的人家 是个养残起家的服务 人缘结构并不复杂 但隔天小云在饭桌上 轻易地察觉了 这个家族里的暗流涌动 大太太的地位仅次于老太爷和老爷 掌管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物 不只是因为她是正妻 还因为她生了家庭里唯一的儿子 而二太太生了三个女儿 不但受到丈夫冷漠 就连下人也没把她当正经主 所幸 两位太太对小云还不错 没有想象中的勾心斗角 三个人时常坐在一起聊天